我每天想王夕月的时候 我就太多看看天上的云彩 我觉得王夕月在看我 要说台湾最具有话题度的艺人会是谁 相信不少网友都会想到张绍涵 肖敬腾这样的艺人 其实要当论话题度的话 大S排第二 那估计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 毫不夸张的说 大S已经称得上是话题女王了 为什么会闪婚 那些我们大家都吓一跳吧 吓一跳 我自己是觉得说有点吓一跳 但又觉得说这个好像 很是我的行事过风 今日大S与王小飞之间的四逼大战 火速占领网络 起因是因为S妈控诉王小飞 不履行协议付生活费 王小飞也是极其愤怒 并甩出了每个月付给大S的生活账单 这账单让网友也是吃惊不已 除了两个小孩的日常费用以外 王小飞还要付房贷管理费 甚至连大S加的电费都要报付 王小飞对此表示 不想再为那个加付电费了 并炮轰S妈和小S再敢乱说 要放大料出来 王小飞母亲张兰也是下场为儿子抱不平 炮轰大S一加不是好料 而大S呢 沉浸一天以后 发文回应该事件 表示好就好算 表面上大S发文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钱在意思也是极为的明显 让人不得不佩服大S处理事情的体面 大家才发现 王小飞这是被大S一加吃得死死的呀 说到大S 他什么事情都努力做到极致 对自己下手也够狠 加上强大的自控力和自律 他的身材和颜值一直很康大 生活中的态度也很极端的现实 他一直保持着理智和清醒 对待感情也是 他几段恋爱都是开始轰轰烈烈 结束的斩钉截铁 大S其实隐退娱乐圈已经十好几年了 就在前几年的时候 也是刚刚和他的前任丈夫 王小飞出来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后来和王小飞离婚以后 选择了和剧军业在一起 同时也宣布退出娱乐圈 但是没有想到大S才宣布 隐退娱乐圈不久 又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之内 据悉大S现在已经储备了两部戏的拍摄 没有想到大S将为了生活 可以连续拍摄两部电视剧呢 女生要维持美丽就是不要放过自己 最完美的状态就是光滑嫩白透亮 这个大原则应该是适合每个爱美的人 希望这一次跟大家见面 可以把这种平凡的正能量分享给大家 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 这边大S与剧军业甜甜蜜蜜享受婚后生活 那头大S前夫王小飞在直播中 哭诉太过思念女儿 以至于想女儿的时候只能够抬头看天 仿佛天上的云朵是女儿月月的化身 这段话显然是在暗示大S赶紧将两个孩子归还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可以随便实现的愿望 就连亲奶奶张兰 要跟孙子孙女视频都没有办法 孩子必须回来看我 那是他的亲妈 他必须有责任带着这俩孩子健康的成长 暑假寒假为什么不能回来看奶奶呢 别那么张心眼 我是一个有道德水准的人 我如果把俩孩子留在北京 我天打五雷轰 我不是那种人 但是孩子必须要看爸爸 看奶奶呀 你们不能太自私了 你们管一天孩子了吗 二十四个小时都是阿姨带着 对吧 而且台湾某项规定要求 在台湾出生的孩子 想要离婶非常麻烦 大S也是将两个孩子看作自己的命 既然当初能够把两孩子的抚养权抢到手 就不会轻易放手 两个孩子不能与亲生爸爸见面 唉 也是很不幸的呀 难怪王小飞谈及女儿会红了眼眶 一次大S问女儿小月儿 新爸爸做的饭好不好吃啊 怎料小月儿脱口一句 我吃不惯泡菜国的饭 我还是喜欢吃爸爸家的酸辣粉 小月儿的话 简直太让人尴尬了 让大S都无语 自从大S与俊俊叶在一起之后 小S就开始各种 看着姐姐和新姐夫来增加热度 跟我姐说 你可不可以跟你老公讲说 在蛤蜊的时候 尽量吃少一点 然后尽量做那些 那个福利挺身 然后就是出来的时候 让我们姐妹就是可以大摸特摸 然后还有不要让我们失望 然后我姐说 你会不会也管太多了 她当年的那一段 你不是也是 参与 是选成参与 参与而且印象很深刻 哎不断知名 姐姐大S和聚军业 婚后更加的幸福 更加的美满 哎也变相的讽刺 当年王小飞有多么的不好 这也是王小飞最看不惯的地方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捕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